主军 可要我给江二娘子烧个口线 让她减少外出 启程 天道有威 大前将去 天道有威 大前将去 大前将去 大前将来 事件发生多久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 起火的原因还有待查明 当时过往的百姓目睹了整个过程 据说现场相当诡异 那除这三人 其他人上王情况呢 没有了只有这三人 做好山后 是 应该跟长公主被囚禁有关 据说啊 圣上是气旦程王殿下 就找了个借口 把她同胞妹妹 把宁公主给囚禁起来了 承王殿下在北京稳定边疆 击退外敌 其胞妹应该被礼贷才是 对呀 这实非忍政啊 主君 尸体武座已经带回去了 具体情况 要过段时间才能查清楚 定是有人有意为之 尽快查出真相 遏制谣言 是 有人要坐不住了 看来这京城要变天了 主君可要我给家二娘子 捎个口线 让她减少外出 启程 你说主君这是要我去 还是不要我去啊 主君要是不让你去 早就直接让你回去领军棍了吧 对呀 估计主君现在还生着那家二娘子的气 就算心里惦解 也磨不开面子直说 姐姐 断品 姐姐 肃国公传信来说 最近不太平 想让姐姐最好少出门 平一这一出唱完 难怪他们坐不住 不过还好 现在主君和老夫人都是向着姐姐的 先前接封夜你没回来 纪书然想要以此发难 好好贬损你 没想到 主君和老夫人都为姐姐说话呢 在大殿上 长公主逼江相国要她开关燕谷 她拒绝了 并且为我挡当 如今 她应该暂时不会追究我的身份了 但我的身份在她心里已经有了嫌隙 对于纪书然来讲 如今是她对付我的好机会 不过长公主都不敢对咱们怎么样 咱不怕她们 长公主已经对我下了杀招 虽然逃过一劫 但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即便如今她被禁足 恐怕她也会想尽办法 置我于死地 童儿 如今的情形 可以说是前有狼 后有虎 你害怕吗 姐姐 我不怕 我早就不怕了 能走到现在这步 我都觉得赚大了 非但不怕 反而觉得兴奋 就算走不到最后 也想要再往前多走一点 多看一点那些恶人被惩治的嘴脸 我都觉得值了 我们一定会走到最后 随便 我 Paula